各位朋友大家好 《樂報》我不講場 就是《樂報》的討論平台 現在進行一集直播的節目 有我余榮陽和身邊的鄭重輝 是 以上你好 輝哥你好 大家好 這一集就不一定要叫大家支持我們 我們講了很多集 但一定要跟大家講幾句賀年的說話 由你阿輝哥講起 今天是年初六 希望大家財源滾滾 身體健康 有福有祿 希望大家健康如意 生農活虎 農馬精神 大家有一個好的農年 在這個農年 亦和家人相處幸福 這一集我們想講講澳門最近幾天 這個叫吳滿堂紅 日開門就見紅 就是從春節第一日年初一到現在 都是旅客迎門的 在初五天來澳門的旅客 大概是九十萬 即八十九點九幾 今天我們現在直播 到下午五時 有十五萬五千的旅客來到澳門 加起來已經超過一百萬 初頭我們澳門估計 初五天會接近一百萬 也有九十萬 也有九成也不錯 其中很多旅客 多數是在淡仔路環的 在澳門半島 就在新馬路一大多 有些人就希望他們去到一些不同的社區 包括下環街 或者新橋的渡船街 這些就不是一朝兩天可以得到的 我想我今年也特地去外面走走 覺得你說的地方很旺 尤其是更加旺 我不要說官爺街 官爺街的旺 經常就算不是過年 平日的假日都旺 最旺去哪裡呢 是在那些綜合體裡面 即博彩公司的酒店裡面 哇 我覺得你進去 就另外一番官爺街的景象 在那裡出現 我舉個實例 永利是指澳門永利 就不是說永利是皇宮 澳門永利 它有一個發財樹的 所以很多旅客上去看 原來在那裡要引潮管制才能進去 所以這個過年 澳門就是很旺 但是有一個可喜之處 今年的旺 影響我們澳門居民 的情況就變少了 因為新馬路不用封路 是啊 我們以往 可能現在 事實上那些博企太精彩了 你又表態了 因為我們去年其實是表態了 你贊不贊成 新馬路隨便再做布袁區 沒有必要 三個字 我也不贊成 三個字沒有必要 結果都沒有用了 即是沒有做到 福隆新街做 不要緊 我也去看過 就不怕這麼擠逼 反而新馬路 非常多人 是令到有一部分 要用了 行車一條線 就給它做行人區 而 在前兩天都試過 封了 不讓車 左轉上龍松街 嗯 現在呢 就是 過年 就無可否認了 澳門就真是 在我自己的感覺 已經是回復在19年之前 感覺 有數字 我們要看數字 還有看銀碼 兩樣東西都看了 是 一個就是人流 另一個就是消費 是的 就是那個錢 就是那個收入 有多少 當然這個也是令到 大家對於澳門的經濟 信心 逐步逐步 穩固 那你看 你走過那些地方 那特首就說 啊 希望用這個方法 是引流 將在關也街那些 這麼旺的人流 是引到去 那個益龍炮速廠 那我就覺得呢 你引去不容易的 引到去 它沒有東西看 去完都在那裡散去走 你想它在益龍炮速廠做些什麼呢 你想不到 是吧 你不像益龍炮速廠 那裡變成了一個商場來的 那可能有作用 是吧 現在人家去了關也街 有飲有吃有買 你在那個益龍炮速廠 沒有這些東西 那當然你說希望 都引到它 令到旺區擴大了 那你可以想 但是一時之間 亦都不容易去整網易龍炮速廠的區 其實整個 就是那個 那個關也街的區 或者叫做 可以老實說 整個 整個 統治的舊城區 現在都普遍都旺了 是 普遍都旺了 包括做了市集那一段 是 都旺了 就是在那個 以前的孔廟 就是孔廟那裡 就是市政廠 舊的 就叫做歷史館後面 是的 那裡整個堆都旺了 但是有時候 你就看回頭 你說將人引去那個 那個益龍炮速所 你反而現在呢 就是全治堆 那班 就是很多 商號在那裡 那裡也不見 那邊呢 是有那個 關也街的城勢的 雖然是隔了 其實幾步 都很多人 但是因為那裡 是一條車路 就是有車走 所以它始終呢 就沒有關也街那裡 就是給別人的感覺 可以 這麼悠閒 還有 人呢 就很貪方便的 一眼就能看見 就是一眼就能看見 兩邊都是這麼旺 但是如果你出了馬路之後 你只能單邊 逐樣樣說 首先說這個年銷市場 我覺得地方比較小一點 只是在塔石那裡 它都挺旺丁旺財的 那有些商號就說 不錯 就是給它上一張好 有些貨也都一早賣光 那麼就說炮竹檔 我認為不需要這麼早就收 因為今年的炮竹檔 是開到年初五的 那麼以往大家知道 以前開到新十幾都有的 那麼後來有些開到年初七 我認為呢 最低限度 都給它玩到年初七 就是人家這麼辛苦 投到那個炮竹檔 就給它燒多兩天 這個影響到社會不是很大 那我想呢 我就贊成你的說法 就是你去到十五 就政府拿出來的資源多了 年初七 年初七就比較可以接受的 令到大家 你到今天 都有這麼多人來澳門 到今天 所以你今天去一些薄企那裡 都是人山人海的 換句話說今天是初六的了 明天呢 其實很多人呢 是年初七的日 都是假期來的 所以變成呢 就是你開到年初七呢 那麼 當然我們都明白 剛才我說了 不論消防啊 那個治安警察啊 交通警察啊 都用了很多人的資源在那裡 維持秩序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呢 就是 大家都認為澳門是一個 玩得很開心 玩有些東西 在別的地方 未必一定集中玩得到 譬如燒炮場 那你多兩天 我想對於你推廣澳門 你都不為餘力去推廣澳門 都不爭那兩天了 我們都希望 政府幫忙研究一下 因為政府都要監管的嘛 有些薄企可不可以做得好些呢 大家知道 有賭牌也好 有些賺錢也虧本 其實虧本我認為是沒有道理的 是吧 為什麼人家賺還賺得那麼厲害呢 那又看回一些數字了 即是披露了 2023年 有些博企後來都轉規為營 這個是永利澳門 轉規為營呢 就由2022年虧本 就變成了2023年 有幾億澳門元 這樣也挺好的 是吧 起碼不用虧 我想這個 和那個 很多樣東西當然 競爭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個競爭力 譬如你現在 虧本這些博企 他在那個設計上已經 那個多元化的內容和因素 已經減少了 另外一些事情 是輝哥提出的 我也跟輝哥研究 就是說 有些會不會是 因為政府不會隨便幫企業 去減旺它的地方 他自己會努力 譬如我們看到 有些地方很旺的 魚人碼頭好像比較靜 但是魚人碼頭 政府無從 去幫你整案的 你自己去經營 以往我們都看到過年的時候 曾經很旺 那今年呢 就是我又對比 就是輝哥不知道哪個時候 去了 我又去過 又不是那麼差 不過呢 仍然可以 我認為做得好些的 就是說 政府有些活動 可不可以跟他攜手合作呢 因為我舉實例 這個福隆新街的暴行區 是政府跟永利合作的 那政府其實可以跟博企合作呢 令到博企裡面經營得好些 博企賺到錢 納稅也好些 其實說回魚人碼頭 我覺得大家在做零售生意的商號 都是說真的 都是有些擔心 譬如我那天去一間茶樓 或者叫做飯店 它不只是做茶室的 那我就 都懶得了 那天是十點鐘才去 那他一去到 我真的特地去他那裡 他說對不起 我們開十一點 老實說 現在你一間店鋪開十一點的 尤其是過年期間 我想都 他又不是宵夜做得很晚 我想都幾 你做到凌晨兩點 可以接受 幾哈人去光顧 你是一間有早茶喝的地方 不過在同一個地點裡面 只是過了一點 有一個地方喝茶 連位也沒有 很旺的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他們之前發生了很多事情 現在可能 那個管理還沒有很統一 但我覺得非常浪費 老實說 你夫農新街 你也搞過步行區 我不是說政府去幫他搞 政府找人合作 政府可以找回 屬於這間企業的主要博彩公司去做 那裡其實都有很多方法 會令他做得好過現在 因為他根本就是一條步行街 其實那裡的硬件是非常好的 第一個建築物很有特色 第二個在海邊拍照很漂亮 第三個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所以變成了又一件事 我就說回停車場 真的是雙型建築 這個停車場當然 你說不用錢進去 很多人拍了一輛車 就不當了一個停車場 廢車場也不出奇 或者是旅行 剛才之前擺放了十多天 但是現在我那天也是這樣 我那天是去喝茶 去了之後就沒有開 沒有開就走了 誰知道是不能走的 要給20元 當然這個是令我 就覺得我下次要很準確 不是那20元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去這麼多個 大的博彩的度假村 基本上是不用錢的 免你約一個小時 包括六個小時 三個小時五個小時六個小時也好 最低限度他是善意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一個客觀因素 因為那些 我問你 輝哥 那些發財車 就是賭場的巴 要不要收錢去坐 不收 不用收錢去坐 還有水任 那都是為招來顧客 其實有些適當的時候 你給人免費拍的 就是藥乾鐘數 虧不了多少錢 不是 他擔心到時拍滿了 有需要的人拍不到 這個是值得擔心的 那你就給他一個藥乾鐘數 有個方法 可以兩個小時 不用六個小時 兩個小時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消費的 就可以超越了 因為他那裡 事實上 比例的車位 又不算多 有他的客觀的困難 但是 有很多很多的門檻 令到你去那個地方 是卻步了 所以這個 為什麼 我想 他現在這樣擺在那裡 做不到理想的生意 才是最大的損失 這個 真的要想一想 去怎樣改 因為我這樣的說法 都是一個善意的 絕對不是善意的 我覺得在這方面 有些可惜 奧本經常說 我們搞什麼 進去舊社區 這些老實說 你目前都未成熟 是不用想的 但是 這個 根本上是一個 準備做出來 是一個旅遊點 旅遊的旺季 你都不和 真的要反思一下 什麼時候和什麼 要反思一下 怎樣做法 當然這些 我們又沒有買了他的股票 又不是當中有舖頭 與我何干呢 但是你都想整體好 他都要兼負一個 平衡到的角色 他都旺了 那就拉動到其他了 是啊 其實每一處的地方旺 對澳門來說 一定是有好處的 我們作為澳門的居民 都希望澳門 繼續感上天花 對吧 這個新年 很多朋友的出行 都不怕太難坐到車 包括坐巴士 有些的士 也都因為賭場的車 相當多的 都可以幫到手 去分流 散禁人潮 今年我自己 都過了幾次探紙了 當然那條路都是堵的 但堵得來 有數得計 還有一件事 今年澳門 是和往年有些改變的 就是那個市面上 在春節期間 我感覺是比去年旺了 為什麼比去年旺了 的原因 我不去慢慢 為什麼什麼什麼解釋 但這個我講的是個現象 那這個呢 可能是不是 澳車北上澳人北上 行路上去 駕車上去 已經駕了大半年了 大家都覺得 為不如了眷之環 這段時間 留在澳門 就是有這個可能性 根據一些的反映 這個不同傳媒都去看的 根據一些反映 在駁企 特別是月大間裡面 它的奢侈品 的銷路是不錯的 食住買這三樣東西 就是那些大的駁企 就完全收了地利 令到他們裡面 人頭湧湧 就是賣東西的地方 又人頭湧湧 吃東西的地方 又是 連賭場都是這麼旺的 所以現在呢 我曾經我們在上一次的節目都說過 估計澳門有多少錢的賭收 就是預付 看見這幾人呢 我就比較樂觀 就是我們估計的顧數 超過兩百億 這個數 現在都有一些投行 是估計的 是2月 就是看了這個新月 都仍然是 他估計是二百億的 是的 當然你說 是不是黃丁等於賭場的收入 又高一些 當然 是不是個個都賭那麼多錢 是的 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小豬可而程 這個是一個疑問 但是呢 又看回賭場裡面 其實我就 對裡面的運作 就不是很熟悉的 只不過 在一個 走馬漢花的角度看 現在的桌子 就是在那些大牆那裡 就是真的以前 我記得的 有三百元桌 二百元桌都有 甚至乎 就是有些牆 一百元桌都有 那現在基本上都是五百 一千八百 那些 那些那些 就是那些銀碼大了 那這個呢 可能也是 就是 其實是消化賭的 是一些賭客可以接受的 可以刺激到 那個賭收會多些都不出氣 因為那個投注額大了 大了 那最重要呢 就是 來玩的人 是爽手了 通常過年過節 是比較鬆動的 是的 大家可能 香港有份商量 內地那裡有些獎金 那就是 或者累積了 一段時間 下來澳門 跟他搏一波 我又繼續說 就是 有些YouTuber 就唱衰論 說到內地經濟差到不得了 但是你看 來澳門的旅客 他們的消費力相當強 尤其是 我也和大家說過 來澳門的內地旅客之中 佔了半數 任何省份 這次我又觀察過 對於那些旅客的組成 是屯客多 一個屯來多 不是屯客多 我不知道他們 不是屯客多 但屯客也有些了 恢復了 屯客始終都是 比例很低 我覺得很低 很低 說真的 屯客對於澳門的 尤其是博彩業的貢獻 我想就不及自由行為 還有春節 你看到家庭客 比其他貴的 是多一些的 是 是 是 看到父老葵 有手推車 那些 嬰兒車那些 就多了 所以澳門 慢慢造成了一個 適合一個整體家庭 來澳門旅遊的地方 所以這個 對澳門的旅遊業 是有正面的作用 這個春節 也可能政府也好 或者一些商戶 都是做得好些的 暫時 聽不到有某些 加價加得很離譜 去宰客 我想 沒有這樣的必要 因為你澳門始終 現在有一個 無形的手 無形的眼 在那裡看著 因為小紅書 各方面 你那些劏客的說話 你被小紅書買一賣 就頭癢了 所以大家 在這方面 都有所顧忌 有些不法的傷人 澳門的手信業 新春相當旺 大家在街上看到 很多都是拿著那些袋 是裝滿東西的 看到手信店旺 就想他們這三年 疫情旗下 守得來 守得雲開見月明 希望澳門在春節之後 希望大家 遊客對澳門 可能第一次來 覺得都不錯 希望他們繼續來 還有介紹他們的朋友來澳門 希望很快就有數字 看到餘份的賭收是怎樣 當然希望數字是可觀的 多謝輝哥好